担心没有人要打高端疫苗 政府竟然偷偷延展高端的有效期限吗 国民党团就爆料了 国际疫苗的效期只有半年 但是高端的到期日 竟然被延了40天到两个月 对此在野党嘲讽 全世界都是用疫苗来救人 只有台湾是用人命来抢救高端疫苗 现有出高端批号与有效期限 立我质疑为何疫苗效期 明明只有半年 高端疫苗却可以一言再言 其中批号SP2124放行日是9月23日 有效期延长到7个月 批号SP2126放行日是9月27日 到期日却延长两个月 难道是怕疫苗没人打 偷偷把期限展延 疫情指挥中心 他说了算 我要帮你延几个月 就帮你延几个月 违反程序 陈时中无法无天 到期也可以随便改动的 全世界都是用疫苗在救人命 你有沒有发现救我们这个政府 用人命在救高端疫苗 不管是BNT也好 或者什么等等也好 给我做这样的相关的延长 那国内也没有例外 蓝军跟炮轰 没打完的360万级高端 通通别进货了 直接打对折送给高端 你也不要进货了 我们也不要了 钱就一半的家庭就送给你 可以不可以 你这要看合约怎么样来签订 我们也不要浪费那个 另外一半的钱 我们可以救合约来救援疫 各位都听你讲话都很皮 全世界几乎不认同高端 指挥中心安慰民众打高端 还是有用 只不过想出国得棍打 柯文哲直接戳破 高端拿不到WHO是早就知道的事 所以这件事情是早就 一年前我就预测一定是这样 是混打还是重打 重打了 这等于 这叫重打 因为它不被国际社会承认 高端不被国际承认 但有了指挥中心与总统的背书 民进党还是可以继续幻想 世界依然跟不上台湾 判解综合报导